历史悠久的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 而且每年性超过3000万游客到此一游 不过这也引发了不少问题 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威尼斯政府提出警告 如果不禁止大型邮轮 进出威尼斯市里面的戏湖的话 那联合国就要把威尼斯 列入宾围的世界遗产目录 意大利是全世界 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但如果鼎鼎大名的威尼斯 也被列入这份目录的话 等同于意大利的保育不及格 这将是奇耻大辱 教科文组织说 威尼斯的观光人数 这已经让当地的自然环境 无法附和了 如果不彻底改善 可能会重创当地生态 但是威尼斯市长还是说 他支持让邮轮继续运行 不过接下来他也会想出一个 最妥善的因应政策